本篇是《庄子》的第一篇 也可以说是它的代表作 在篇中《庄子》解释何谓逍遥 以及如何能够达到逍遥境界 逍遥一次,可总括庄子的思想 它一生以大道为依归 它所追求的不是名利、权势这些世俗的东西 而是平气繁心,追求精神上的解脱 所以庄子民中的逍遥 其实是要争夺一切陈世的束缚 要争取绝对的自由 所谓游,即是随心自在,无所拘泥的意思 年子能够遇风飞行,轻飘飘地十分美妙 它可以出去十五天才回来 它的幸福在世上已经是罕见的了 下来啦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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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对于有道的人来看 烈子并不是真正自在 烈子虽然不用用脚走路 但是始终要靠风才可以飞 所以不是真正的自在逍遥 烈子可以乘风飞行 但是始终不可以无风 所以顺应天地、自然的正道 同名阴阳风雨、晦明大气的极理 就可以逍遥于无穷之境 不用再靠什么了 有一个宋国人 戴着漂亮帽、漂亮衣 去到南方的越国贩卖 他以为可以赚大钱 过来看看 很漂亮的衣服 还有这些新潮的帽子 不买你们是酒保 但是越人的风俗 是剪短头发、赤裹上身 身上画纹身 全身都不穿衣、不戴帽子 不买是酒保 看这帽子和衣服都很漂亮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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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帽子都没用 哈哈哈哈 有用和无用 有工和无工 都是相对的 不需要太执着 遥远的有工无工 和宋人的衣帽有用无用 同样都不是绝对的 在冬天上的衣服 是可以令皮肤不会干燥爆裂 所以这些族人 世世代代都是做漂白布匹生意的 后来有一个客女知道了 就出重金收购了这个秘方 哇 哇 真是一件宝物 他把秘方献给吾皇 还声明这个秘方在军事上的秘密用途 在那个时代 吾月双方是细手 吾皇得到这个秘方之后 就在冬天发动水战 吾仁似着有秘方 士兵不会生冻瘡 月仁没有这种药 士兵就生皮肤病而大败 吾仁打败月仁之后 见秘方的客女就受封了一大块土地 生活富裕 社会地位都不同了 全球首个道教电视频道 道通天地 www.taoist.tv